三個大的問題必須要去克服 第一個是板金的問題 板金的問題因為車子在第二節車廂、第三節車廂都做成 所以整個車輛的結構板金都已經變形 甚至車底下腳踏板的部分都已經稀巴爛了 所以我們在想說板金的部分怎麼去克服 這是我們第一個想要克服的 板金的部分我們的團隊裡面就一直想說 怎麼做才能讓板金做得最漂亮 而且它的硬度又那麼高、強度又那麼高 所以我們歡迎一個板金架 用板金架用高壓的油壓頂去把它頂出來 再去做板金 新的車頭這個部分的配線是我們最擔心的 因為整個車廠來的車輛只有車口 跟裡面的一些線路而已 所以整個配線我們是最擔心的 那尤其是在APP的裝置跟列車航路無線 這個地方它都沒有東西來 一萬年是空空的 所以我們就想盡了辦法去找原來的車輛 就是新車的配線來組裝 那目前在組裝的進度上也是達到一個程度 應該也是順利 再來就是車廂的配線 一直在車廂配線前 原來預期是沒有很多 但是當配出來之後 發現很多細的部分還是要繼續努力 所以目前還在進行中 這是配線的部分的困難 那第三個困難就是焊接 那鋁合金焊接的部分 在台鐵局是很早去做這樣的工作 那趁這一次我們就把 買了一個鋁合金的焊接機器過來 然後請延長的技師過來幫忙焊接 那焊接完以後我們順便去學習 鋁合的技術 所以整個TOTO上來 整個車輛的困難度 第一個就是板金 第二個就是焊接 第三個就是配線 那以目前的進度來講 從工作到現在已經到了一夜底 整個所有的困難度應該都慢慢在客戶中 整個板金跟焊接都已經結束了 現在就剩下配線 這個車輛如果完成的話 整個車輛就完成結束了 那經過這一次我們的努力 很多年輕的小朋友 他們就來參與這一次的工作 他們得到很多的經驗 所以鐵路局未來的車輛的維修層次的提高 會增加很大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尤其鋁漢的部分 那鋁漢的部分 未來在台鐵局目前 鋁合金的車輛 以後碰到焊接那怎麼辦 那趁這一次機會 我們就把它提升上來 所以以後我們的鋁合金焊接 最應該就可以克服掉了 另外組裝的部分 其實這一次台鐵局 在台北基屋鑽做這個組裝 等於是製造廠的工作 所以以後 如果台鐵局的任何車輛的組裝 西部的部分 從這批年輕人這樣接手下來 都會把所有的困難都克服掉 第三個 所以以後的保養 整個車輛的結構 會更清楚的認識 包括內裝 包括電線的配置 都是可以從這一次提升上來 那這一次培養了八個 幾乎這樣十幾個年輕的小孩子 小朋友 他們都很有鬥志 所以這一批都是未來的勝利軍 沒有沒有不會 大概再開一個小孩子 我開一個小孩子 我再刷一塊 你大概就OK了 那你給我一步就先把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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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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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